第1581集混战 面对两位超级强者的进攻 齐罗鼠菩萨出奇的没有选择防御 而是召唤出 象征着力量和威严 背伸十二双手臂的金刚法相 金刚法相眉心有一道火焰印记 脑后燃烧赤裂火环 他普逸出现普天盖地的威势降临 隐约有与身后的神书 前方的许其安分庭抗礼的架势 三股力量碰撞扭曲了周遭的空间 召唤出金刚法相后 齐罗鼠豁然回身 驾驭着金刚法相主动迎上神书 砰砰砰的 充满金属质感的碰撞胜利 两尊金刚法相二十四双手臂 掌心护底 无止紧扣展开绝力 两尊法相脚下 山石开裂 裂缝卡扎蔓延到山体内部 撕裂掩体 两尊法相的绝力是无声无息的 没有气机碰撞 彼此间的力量全部通过双腿传达到山体 裂缝迅速扩大 吐石滚滚 此时 武僧们正背着禅师疯狂逃往阿兰陀身处 速度稍慢的 便立刻被裂开的地缝吞噬 徐清安高高跃起 双手握住剑柄 把镇国剑高举到头顶 狠狠的凿响金刚法相的后脑 以他现在的爆发力 一击就能破了佛门防御第二的金刚法相 当事实 广贤菩萨头顶扶出一尊三丈高的金身法相 这尊法相双手合十 低垂脑袋 满脸慈悲之色 大慈大悲 长无谢眷 横求善事 利益一切 话音落下 天地间 繁音阵阵 天穷之上照下一道金光 照在大慈大悲法相身上 让三丈法相 绽放万丈金光 这抹金光映入徐清安眼里 让他没来由的生出悲天悯人的情怀 手中的镇国剑再难劈下 大慈大悲法相 是广贤菩萨最强大的手段 健壮 金莲道长毫不犹豫 阳神脱离区窍 双眸金光震动 照向徐清安 阳神是金丹大成后所凝聚 金丹破万法 阳神一渴 他要助粗鄙的武夫 破除大慈大悲效果 就在这时 晴朗的天空乌云盖顶 一道粗如水缸的夸张雷柱 轰然劈下 打向金莲道长的肉身 雨狮出手了 潜伏在远处的纳兰天路 抓住机会果断袭击 二平雨狮呼风唤雨 最擅长操纵气象利用天法 纳兰天路全力施展雨狮权柄的话 通过积蓄威能甚至能招来天法 让金莲道长提前度陆地神仙节 而金莲如果死于天节 纳兰天路甚至不会遭受反噬 因为杀人的是天节 和他纳兰天路有什么关系 在二品境界雨狮是专刻道门的 身边的孙玄姬反应极快 脚下传送阵扩展 将金莲道长的肉身包裹住 在雷柱降临的下一秒 带着他传送到数十丈外 哄的一声 雷柱打在下方的地面 炸起数百公斤的土块 炸出一个直径一丈的深坑 阿苏罗后脑火环吃得燃起 紧接着他宛如一架战斗机 在滚滚音爆声中 一头炸向纳兰天路 在这个过程中 尊选机展开炮台 朝纳兰天路倾斜活力 为阿苏罗争取时间 但炮弹一颗颗的偏移轨迹 或折转左右 或朝天路射 全都打偏 这是灵会施的能力 先学习规则 然后影响一些简单的规则 比如改变火炮射程 改变法术的飞行距离 改变跨步距离的大小等等 到了与施境 就能初步掌控天地规则 当然 儒家是简单粗暴的更改规则 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纳兰天路飞快撤离 通过修改规则 让自己的飞行速度暴增 同时探出手 隔空施展咒杀术 阿苏罗身体表面出现明显的凹险 就像是铁皮被人狠狠凿击 咒杀术不停施加在他身上 每一个凹险都会让他身躯 尽管这些伤势对这位修罗王之子来说 基本等于毫发无伤 但有效的阻碍了他的飞行速度 回头是岸 阿苏罗冷笑着念诵出声 戒律之力隔空降落在纳兰天路身上 中断了他的撤离 让他难以自控的转身 但在下一秒 戒律力量消失 纳兰天路继续逃跑 同境界的强者 戒律能影响的时间非常有限 两人一追一逃 彼此用咒杀术和戒律相互影响 陷入一种诡异的僵持 另一边 白衣圣雪 青丝飞扬的女子菩萨 出现在李妙真等人面前 毫无征兆的突兀的出现 没有一丝丝的能量波动 甚至没有带起一缕风 他前一刻还在阿兰陀主殿方向 下一刻便横跨数百丈的距离 而此刻 阿兰陀主殿处 依旧有一道白衣飘飘的绝美身影 这不是传颂术 是极致的速度 李妙真等人眉心狠狠一跳 各自做出反应 但是下一秒 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了脸上 所有人的动作都出现了掐壳 照手弹动如关的手 卡在胸口位置 李妙真双手捏绝 但只捏了一半 九尾天狐的九条尾巴 刚刚冒出三寸 便凝聚在了他身后 雄王 雄王安心的睡去了 方圆六十丈内 万事万物退去了色彩 变成了纯粹的黑白 人和物就如一张黑白照片 不妙 脑子都偏满了 李妙真的思维宛如陷入泥潭的牛 这就是五色琉璃领域 赵手的脑子动得比李妙真快一些 第1582集 好久不见 琉璃菩萨翻飞的袖中 划出一柄玉智的弯曲小刀 接着他看向了戴如关 持我刻刀的招手 无色琉璃笼罩的领域里 只有如胜的刻刀 依旧是古朴的黑色 不受任何影响 他断定 招手是在场超凡中 威胁最大的人物 幸而他现在的境界 难以发挥刻刀真正的威力 这时 正要将玉智小弯刀 投掷向招手的琉璃菩萨 呼绝一阵海潮般的困意涌来 让他不自觉的闭上眼睛 意识迷糊 陷入僵睡未睡的状态 这样的沉睡 只维持了一息不到 身为一品菩萨的琉璃 便迅速挣脱困意 他正要完成没有做完的动作 朝招手刺出鱼智小刀 突然 身后袭来可怕的 狂潮般的杀意 紧接着 他展开的无色琉璃领域 像是破碎的镜面 哗啦啦的 奋崩离析 琉璃菩萨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以行者法相之力 避开了身后的攻击 他回到阿兰陀 回到广贤身边 这才回眸看去 正好看见无色琉璃领域 在瓦解 在崩溃 看见许清安挥舞剑锋的 霎爽身影 他的战力 已经超出当时的见证 琉璃菩萨 红润小嘴 动了动 语气不再淡漠无情 有了一丝忌惮 一品武夫 又有秘书 打破你的领域 不奇怪 广贤菩萨 遗憾摇头 可惜没能杀死 大凤芳的超凡强者 这也太恐怖了吧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 李妙珍小声嘀咕了一句 赵首吐出一口气 一品杀三品 轻而易举 许清安沉声说道 你们尽量低空飞行 把炮子展开 给我创造实战 阴影跳跃的机会 众超凡 微微汗手 九尾天湖的一条尾巴 卷住熊王 朝着阿兰陀方向 狠狠投掷 轻斥道 杀光突吕 熊王宛如一块陨星 砸向阿兰陀身处 李妙珍 赵首 孙玄机等人 则朝着主殿方向 欲丰而去 大战瞬间展开 战斗被切割成 敬畏分明的两部分 两尊法相为一处战场 以许清安为核心 众超凡为辅助 与琉璃菩萨 广贤菩萨 厮杀为另一处战场 众超凡 斗智斗勇 手段层出不求 就在这时 山巅处 打塌了阿兰陀主风的 两尊金刚法相 没用多久 便分出了胜负 金灿灿的法相 先是十二双手臂 被漆黑法相撕裂 紧接着 二十四只拳头 打装机似的 锤在胸口 砰的一声 金灿灿的法相 当场溃散 化作狂风和金光 朝四面 八方肆虐 许琴安等人眼睛 齐齐一亮 在他们的计划里 摧毁 齐罗术的金刚法相 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意味着 直接毁去了 齐罗术的 最强攻杀手段 接下来 书要在广贤菩萨 琉璃菩萨和 纳兰天路的纠缠中 打破不动冥王法相 斩杀这位佛门 最强菩萨 京城 郊外 南郊 萨罗阿谷率领着 乌达宝塔和伊尔布 两名灵会师 踏着祥云 遥望京城方向 不多时 一道金光从远方 雄城中腾起 划过一道流星般的弧度 停在三人对面 身皮羽衣 头戴莲花冠 清冷绝美的容颜 不见一丝一毫的情感 左手臂弯里 搭着浮尘 右手持着一把 寒光凛冽的宝剑 陆地神仙 洛玉横 随后 又有两人御风而来 左边之人 一身明黄龙袍 头戴玉冠 帝王打扮 手里握着一把 四剑飞剑 微微戴着 弧度的暗金色长刀 他同样是气质偏冷的 优质美人 黄袍加身 让他有着男人 无法抗拒的魅力 女帝 右边之人 则是一丝不苟的 如袍如冠 脸色严肃 像是严谨的教书先生 清光缭绕在他的周遭 白露书院心境超凡 阳功 撒伦阿古叹息道 大风气运强盛 竟有出了两位三平 不知何时 我乌神教 才能气运如虹 烈火朋友 他很羡慕 女帝淡淡说道 乌神教偏居一鱼 也配与真的中原相提并论 她是极强势的女子 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一品大乌师 就落了气势 也没让骆玉衡主导话题 今日若能斩了大凤皇帝 也不算白来一趟 撒伦阿古右手按住 腰间猛的一抽 啪的一声 大神鞭狠狠的甩向怀情 骆玉衡雪白偶臂 坦出准确无误的握住大神鞭 阳功鼓动浩然正气 吟颂一般的说道 儿等之间距离为八十丈 陛下与一尔布的距离为五丈 规则被修改 大乌师威然不动 但一尔布和乌达宝塔 各自朝左右退去四十丈 而一尔布身后五丈处 就是怀情 一手精妙的操作分割敌人 再把唯一的武夫怀情 送到脆皮一尔布身后 为什么是我 一尔布觉得很不公平 他一直是办事最多的 可也是挨揍最多的 楚州城时被许清安走 静山城之意时被委冤走 现在又被针对 京城西角 寇阳州驾着马车行驶在关道上 半驻乡后 前方出现一位身披袈裟的老和尚 行貌枯首 面目慈悲 口阳州当即拉住马江 停下马车 车厢的门推开 一袭轻衣 袒出身子 身子轻盈的跃下马车 望向不远处的老和尚 杜厢罗汉 好久不见 杜厄罗汉皱了皱眉 委员 你是在等我 第1583集 生意 委员笑着汉手 语气温和地说道 请杜厄罗汉 上车喝杯茶 莫名的邀请 杜厄罗汉眉头紧锁 审视委员片刻 又看一眼充当车夫的寇阳州 没什么表情 我来是杀人的 杀人 委员先是点头接着反问 杜厄罗汉是杀我 还是杀寇阳州 亦或者 杀的是我身后京城里 千千万万 无辜的百姓 杜厄罗汉缓缓说道 谁拦我 我便杀谁 他此行东来 为的是击败大凤方的超凡强者 为巫神教攻打京城 创造优势 给攻打阿兰陀的大凤超凡 一个釜底抽薪 至于杀的是谁 倒没有明确规定 不碍事 不碍事 委员笑着摆手 不管你要杀谁 都不妨碍我们喝茶 寇前辈 你且退去百账 不必管我 寇阳州不是 委员的手下文言 点了点头 被杀了 别怪我啊 与逢而起 果然退去一百丈 委员转身走回车厢 在马车便驻足 微笑回望 再次发出邀请 哈 杜厄罗汉 请 说吧 登上马车 钻入车厢 杜厄稍作犹豫 眺望遥远处的寇阳州 这一次没有拒绝 随着魏渊进了车厢 寇阳州不走 他确实不敢进车厢 被武夫近身的后果 只有死亡 宽敞奢华的车厢里 摆着一张长条茶几 两张铺设虎皮的大椅 魏渊坐在里侧 左手压住右手的袖子 右手拎着茶壶 往茶杯里 倾注明黄澄澈的茶水 水气绵绵 花神种的极品香茶 西域喝不到的好东西 魏渊把其中一盏茶 推到老和尚面前 贫贫 都阿罗汉嗅着 盈满车厢的茶香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表情略有些意外 不夸张地说 这是他此生喝过最美的茶 魏雷方面的体验 还是其次 这茶能滋养身体 缓解疲劳 对凡人来说 简直是延年益寿的神药 杜厄罗汉不需要延年益寿 但就喝茶体验来说 确实很好 兴许是吃人嘴软 杜厄罗汉主动挑了一个话题 沉生说道 我现在要杀你 易如反掌 寇扬州速度再快 也护不住此时的魏渊 魏渊笑了笑 我已经是非人一个 杀我有何价值 杜厄罗汉淡淡说道 一代军神 真正可怕之处并非修为 魏渊依旧面带微笑反问 杜厄罗汉觉得将来的大趋势 是动辄投入百万世俗的沙场之战 杜厄没有说话静静看着他 等待魏渊的后续解释 并较微双的大清一感慨 你没发现吗 如今的九州局势 与二十年前 截然不同 各大超频脱困在即 超凡领域中 高手数量明显暴涨 有许其安 怀庆陛下 飞燕女侠等后起之秀 有寇扬州 阿苏罗等 后继薄发之辈 还有即将重组肉身的神书 从海外归来的神魔荒 我可以保证将来的战场 超凡才是主角 杜厄罗汉并不表态 淡淡说道 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 魏某亲自来迎接杜厄罗汉 是想与您谈一桩生意 生意 魏渊点头 听阿苏罗说 您想推行大乘佛法 在西域各地积极讲道 但广贤菩萨却兴致确确确 而齐罗树更是早已摆明态度 以现有佛法为尊 不允许推行大乘佛法 杜厄罗汉听明白了冷笑一声 你想以此来收买我 让我背弃佛门 转头中原 他越想越觉得可笑 切罗树菩萨对大乘佛法确实抵触 但自中原战事结束 我便一直在西域宣扬大乘佛法 切罗树持默认态度 而西域百姓对大乘佛法极为认可 不出百年 我敢保证 大乘佛法必将在西域遍地开花 卫元我为何要背弃佛门 与你们同流合污 卫元喝了一口茶 放下茶杯不急不虚 先别急着拒绝 谈生意嘛 总得先聊一聊 切罗树莫许你四处弘扬大乘佛法 是因为阿苏罗背叛后 佛门菩萨以下的超凡强者便只剩你 他当然不会在这个节骨眼逼迫太甚 可是不管此战谁胜谁负 一旦局面稳定下来 他迟早会清算 把大乘佛法的火苗彻底掐灭 杜恶罗汉皱起眉头 关于这一点 他其实隐约有点预感 琉璃菩萨的态度告诉他 切罗树只是在忍 并不是真的接受了大乘佛法 但杜恶罗汉依旧不愿意听信未冤 不愿意陷入他的节奏里 反驳道 你既然知道佛门正是用人之计 就该明白 这个清算会在很久很久以后 将来如果大乘佛法根深蒂固 他甚至会被迫接受 因为琉璃菩萨是中立 广贤菩萨其实还是偏向大乘佛法的 阿兰陀并非切罗树一人说了算 魏员点点头表示肯定 然后抛出自己的问题 杜恶罗汉 您对佛门怎么看 比如法际菩萨 比如佛陀 杜恶罗汉的目光骤然锐利 死死的盯着他 绰相里充满了肃杀之意 第1584集 机会 魏员老神在在了笑道 阿苏罗早已把情况告诉我们 许宁焰和我的看法大致一样 你听见的求救声 大概率是那位消失已久的法际菩萨 而非佛陀 但不管究竟是谁 佛陀都出了问题 你现在甚至不能断定 阿兰陀里沉睡的那位 究竟是不是佛陀 或许现在宫山的神书 才是真正的佛陀 在这样的背景下 你与中原合作就不是背弃佛门 而是弃暗投明 那三位菩萨绝对知晓一些内幕 却没有向你透露丝毫 你心里当真毫无芥蒂 多沉默了 他最近确实有深刻的感受 自己并非佛门核心人物 魏员继续火上浇油 如果佛陀出了问题 或佛陀早已在500年前被替换 又或者 杰罗术反对大乘佛法 便是佛陀的意思 广泉菩萨的态度改变 也是这个原因 魏员身子前卿 凝视着杜厄罗汉 你又该如何自处 不等杜厄罗汉回答他太息道 当然 你若放弃宣扬大乘佛法 一切便不是问题 今日也可杀我 只是圣人说过 昭文道 悉死足矣 门心自问 你愿意放弃大乘佛法吗 见杜厄面无表情 但失去了开口的兴趣 魏员知道 这些话直击了对方的内心 让对方失去了反驳的念头 勾起了对方的忧虑 你愿意坐下来听我说 未尝没有合作的想法 心里也是抱着一些 无法言喻的期待吧 因为大乘佛法 并非来自西域 而是中原 来自许宁燕 杜厄罗汉 你信不信 大乘佛法的气韵 不在西域 在中原 魏员润了润喉咙 你若是答应 我可以做主 许你中原传教 弘扬大乘佛法 朝廷会奉你为国师 奉你所创的佛门为国教 你的理念 将在中原遍地开花 你会成为大乘佛法的奠基人 世世代代 清史留名 最后这句话 正好撩到了 杜厄罗汉心里的痒处 杜厄罗汉依旧拒绝 陈生说道 西域有我的信徒 我不会放弃他们 明面上拒绝 其实他提出条件了 魏员笑了起来 那些信徒 如果他们愿意 你可以带到中原来 朝廷会为他们 开辟七夕之地 正好 要让大乘佛法 在中原迅速传播 你需要他们帮忙 杜厄罗汉沉默片刻 我凭什么相信你 魏员摇头 你不需要相信我 但你可以相信许其安 今日这番谈话 是他受益于我 是他的承诺 你对他不缺乏了解 大凤可能会反悔 他不会 魏员一脸诚挚 仿佛这就是事实 但其实许其安毫不知情 可这番话 彻底了却了杜厄罗汉心里 最后的迟疑 我需要考虑一下 杜厄罗汉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嗯 理解 魏员点了点头 但我希望 下次找你时 你已经做好决定 两人同时举杯 把茶水一饮而尽 魏员起身离开车厢 朝着寇扬州走去 成了 寇扬州问道 尽管他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魏员这次来 见杜厄罗汉的目的 魏员汉手传音 你陪他打一架 他会适当地受些伤 之后 你便去驻国师他们 嗯 寇扬州恩了一声好奇 你和他聊了什么 我在拉拢他 寇扬州吃了一惊 他同意了 既然这样还演什么戏啊 我们直接杀过去 把无神教的两名灵会士 给宰了 魏员皱了皱眉 传音淡淡说道 杀两个三瓶 有什么意思 再说 杜厄不是傻子 他需要观望 杜厄虽然心动 可他依旧想要考虑 并不是宣扬大乘佛法的意志不坚定 而是对当前局势采取观望态度 就看阿兰陀的战况如何 而且 就算杜厄现在便同意投靠朝廷 魏员也不会让他配合寇扬州 对付无神教 因为大巫师肯定是杀不死的 这样一来 杜厄背叛佛门的事便会被阿兰陀知晓 他拉拢杜厄罗汉 表面上是为了拉拢一位二品超凡 其实是在为将来布局 佛门短期内不会清算杜厄 对他宣扬大乘佛法 会睁之眼闭之眼 这便是机会 只要杜厄足够努力 就能在西域凝聚一大批的信徒 这些人若是向中原迁徙 削弱的是佛门的气韵 是阿兰陀内卫的气韵 此为杀爪 魏员谋划的是超品 绝非眼前两个小小的乌神教灵会师 西域 金刚法相崩溃后 齐罗树立刻双手捏绝 找出低眉盘坐的不动冥王 下一刻 当的一声 十二双拳头轰开了空间壁垒 简单粗暴的锤在不动冥王法相上 齐罗树姿势不动 像一尊被砸飞的雕塑 狠狠的飞出一段距离 轰得撞入山林 造成大面积的山体滑坡 机会 许其安等超凡强者眼睛一亮 神书法相乘胜追击 许其安浑身笼罩血雾 阿苏罗献出修罗血脉 各自将实力发挥至极致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 打破切罗树菩萨的不动冥王 一股股可怕的气息扑面而来 齐罗树低霉严肃 内心却危机感大作 嗅到了死亡的危机 阿苏罗倒也罢了 许其安和神书才是可怕的敌人 两人联手尽情施展暴力 不动冥王绝对撑不住三席 要知道防御大阵都挡不住他们 琉璃菩萨美眸光芒一闪 以他落脚处为核心 无色琉璃领域迅速扩展 将周遭的一切颜色夺走 让万事万物化作纯粹的黑白 桌里面包括神书 许清安 以及他们身后的众超凡强者 凝固他们的思维 凝固他们的动作 神书法相的十二双手臂刺入虚空 用力一丝 另一边 许清安做出同样的动作 空气发出沉闷的声响 无色流离结界就像镜面 同时出现两个缺口 分别来自许清安和神书 在两人的暴力下 无色流离领域没撑过一秒 此时 神书和许清安 以及阿苏罗距离切罗术 已经近在咫尺 突然 天地间繁音阵阵 洒下灿灿金光 照射在少年僧人广弦身上 他的头顶冲起一道面目慈悲 双手合十的法相 大慈大悲法相 樊音响起的刹那 李妙珍和金莲道长立刻阳神出窍 前者的阳神未能完全免疫 大慈大悲法相的影响 不可避免的心生慈悲 金莲道长依然 但比李妙珍稍好 但无法产生战意 不代表不能做出应对 两尊阳神同时扑向许清安 打算合二人之力 以附身的方式替他消弭慈悲之力的影响 以许清安的修为 只要有一个外在的契机 稍稍施加影响 他就能自行摆脱 天空中雷声大作 劈下一道道粗如水缸的雷柱 将两道阳神吞没 远处的纳兰天路出手阻拦 以雷伐克制两名阳神 在大慈大悲法相的普照之下 就为天狐孙玄姬和赵首 露出慈悲之色 险些就要双手合十 念一声阿弥陀佛 冲锋陷阵的三人里 神术动作稍有凝滞 许清安和阿苏罗 则被大慈大悲法相影响 露出了慈悲神色 只是许清安慈悲中带着恍惚 带着抗拒 而阿苏罗完全沉浸在慈悲的氛围里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齐罗鼠腾身而起 蹬蹬蹬的脚步里 扑向阿苏罗 他没信心杀死许清安 但阿苏罗味道一品 即使没有了金刚法相 齐罗鼠依旧有把握 在对方不反抗的情况下 给予重创 甚至杀死这个叛徒 另一边 雷柱劈下后 李妙珍和金莲道长改变策略 后者阳神中分离出一道 布满石甲的法相 这座石像身躯膨胀 在众人头顶化作一面石盾 土克火一样能克雷电 李妙珍则一头扎入九尾天壶体内 他原本是想附身照守的 但照守有浩然正气加身 百邪不亲 阳神无法附提 九尾天壶郊区遗产 恢复了一丝丝的清醒 不 不行 还是无法恢复战斗一致 九尾天壶脑海里闪过种种念头 发现自己依旧没能彻底摆脱影响后 当机立断 仰头发出刺耳的奸笑 笑声宛如摩音 带着极强的穿刺效果 这是九尾的天赋神通之一 当初夺回万腰山时 他就曾用这一招破除佛经洗脑 赵手等人在摩音穿刺下 找回了些许理智 但无法彻底挣脱大慈大悲的影响 可这声影响原神的摩音 听在许千安的耳里 却如目骨沉重 一下子助他摆脱了大慈大悲的影响 目光重新变得锐利 许千安环顾周遭 眼里映出齐罗叔一拳轰碎阿苏罗的头 另一边 神书十二双手臂合拢 就像捕蝇草吞噬了虫子那样 将广咸菩萨吞没 大慈大悲法相当即消散 所有人恢复意志 施展行者法相的琉璃菩萨 带着广咸菩萨出现在远处 神书报了个空 齐罗叔当即放弃阿苏罗 正想避开许千安 当事实 无头的阿苏罗张开双臂 左臂火焰缭绕 右臂寻光绽放 双臂宛如铁钳 紧紧的抱住齐罗叔 如果能杀切罗叔 阿苏罗不介意拼上性命 这是他的觉悟 切罗叔双眼 立光一闪 肌肉一炸 正要捏法绝 召唤不动冥王法相 震死这个叛徒 金莲道长 隔空伸出掌心 对准切罗叔 削弱他部分浮原 增加霉运 李妙真默契的 取出浮屠宝塔 塔顶浮显 大智慧法相 光轮逆转 切罗叔脑子嗡的一声 短暂的失去了思考能力 原本浮屠宝塔的位格 是无法有效影响到切罗叔的 但他被金莲道长削弱了浮原 运气变得不大好 而浮屠宝塔在自身的基础上 得了李妙真的浮原加成 此消彼掌 孙玄姬略阵而出 兜手甩出一根淡黑色的绳索 将切罗叔和阿苏罗捆绑在一处 同时掌心平推 推出一道阵法 让两人脚下的地面化作泥沼 淤泥沿着双腿攀爬 紧紧缠扶 九尾天湖腾空而起 身后九条尾巴张扬 妖野美丽 他们掠空而去 把阿苏罗和切罗叔缠绕在一起 广贤菩萨双手合十 身后金光暴涨 化作一座巨大的轮盘 刻着六道的轮盘 咔嚓一声 转盘发出金属转动的声音 其中人 修罗 腰的繁文亮起 他要以六道轮回法像 削弱敌人的战力 就在这时 只听轰的一声 一道雷柱狠狠 劈在广贤菩萨身上 劈在大轮回法像上 轮盘没有崩溃 但恰磕了一般 没能如期运转 亮起的繁文字符熄灭 纳兰天鹿出手了 他配合大凤超繁强者 被刺盟友 招手手里的儒胜客刀 和头顶的儒冠 爆发刺目的清光 朗声说道 不得施展行者法像 余音里 琉璃菩萨的身影 在距离茄罗树不远处显化 噗的一声 招手仰天狂喷鲜血 如关和刻刀光芒暗淡 他限制了一品菩萨的法像 不是侧面影响 而是直接限制 如果没有刻刀和如关的加成 延出法随不会有效果 同理 没有这两件法器 替他分担反噬 招手现在已经是个死人 即便如此 他依旧受了重创 此时 许切安和神鼠已经杀到近前 一人刺向切罗树后心 一人二十四只拳头狠狠砸下 一两位武夫的暴力 就算是不动冥王法像也能破开 何况 切罗树此刻 并没有撑起法像领域 可就在这时 阿兰陀身处 一轮大日 缓缓升起 日出西方 佛陀出手了 大日如来 升起的瞬间 许切安心里警召断声 如果危机预感是警灵的话 那么现在的铃声是又高扛又急促 带着气急败坏的味道 催促着他赶紧逃命 这是许切安踏入超凡后 危机预感最疯狂的一次 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 催促他逃命 留下来是死路一条 但许切安没有跑 甚至往山顶冲了一段距离 像是扑火的飞蛾 这个过程中 他声嘶力竭的咆哮 一声逃 大日如来法相 九大法相之手超品级的力量 不需要许切安提醒 在大日如来法相升起的刹那 每一位超凡强者 都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 就为天虎果断收回尾巴 原本想把名义上的兄长 阿苏罗拖拽回来 但发现切罗鼠 阿苏罗同时盘腿而坐 一个照出不动冥王法相 一个脑后浮现 代表杀贼果位的绚丽光伦 进入坐禅状态 佛门中人有办法 规避大日如来法相的杀伤力 引发妖机念头闪烁间 化作白影略向远处 略向孙玄姬等人 照手 李妙真金莲道长三人 朝着孙玄姬快速略去 李妙真在逃命的时候 顺手把浮屠宝塔丢了出去 丢向阿兰陀方向 孙玄姬抬脚一塌 传颂阵扩散 将一众超凡强者笼罩在内 唯有神书 见到大日如来法相后 非但不跑不惧 反而陷入癫狂 似是受到了某种刺激 他的肚脐眼裂开 化作血盆大口 豁然转身 朝着山顶的内轮 大日咆哮 佛陀 下一刻 大日如来法相的赤裂光芒笼罩了众人 笼罩了许清安 笼罩了神书 笼罩了佛门菩萨 距离阿兰陀十里之外 清光圆阵凭空浮现 接着阵中出现几道焦黑的身影 这些焦黑身影 齐齐摔在地上 宛如一句句 消失 传颂术再快 也快不过光 他们依然被大日如来 法相短暂的照耀 只有银法妖姬 勉强维持着清醒 没有昏死过去 但他现在也不是银法了 浑身焦黑 尾巴光秃秃的 胡耳光秃秃的 一头亮丽的银法也没了 身体遍布着黑中带红的灼痕 九尾天狐勉强支撑着身子 猴头滚动 吐出一枚瓷瓶 他身上的法器 包括除物袋 都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 只有保存在腹里的瓷瓶 完好无损 九尾天狐拔出木塞 倾斜瓶口 到了几粒恢复气力的药丸服下 他盘坐了十几秒后 总算初步恢复体力 这时候 九尾天狐才有精力 探查盟友 看看谁活着 谁死了 手里握着一把刻刀的 焦黑人形式招手 他头顶的如冠染上一层黑灰 像是刚从大火里抢救出来 招手气息奄奄 生命波动微弱 身高普通的一看就是孙玄姬 尽管白衣已经被烧成焦炭 但这位奸证二弟子的普通气质 犹如鹤群里的鸡 是那么的不显眼 所以能一眼就看出来 地宗的金莲和蓝莲倒是好分辨 男女形体差距极大 九尾天狐率先走到孙玄姬面前 在他身上一阵摸索 取出破烂的储物法器 轻轻一撕 哗啦啦的声音里 法器 丹药 成堆成堆的掉落 他先是自己服用了几种效果不同的疗伤药 再走到李妙真身边 用指尖捏着药丸 撬开他的嘴唇 胃浮一颗 恶请 李妙真便醒了过来 轻轻低吟了一声 以他强大的元神 很快就掌控了自己的肉身状况 体表大面积烧伤 内脏受损 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持续不断的消磨着生机 你有衣服吗 九尾天狐问道 他们身上的衣服 被烧成破烂的布料 根本挡不住身体 当然 以两位磁性目前的交尸状态 也不存在什么春光外泄就是了 李妙真点点头 在怀里一阵摸索 摸出地书碎片 取出两套裙子 丢给九尾天狐一套 另一套自己穿上 不多时 在两人的救治下 赵首等人终于苏醒过来 金莲道长盘西而作 一边消化药力 一边沉声开口 抓紧疗伤 赶回去看看情况 他继而叹息 哎 果然如此 他们制定的第一个计划 是集众人之力 围杀切罗鼠 同时 也是在试探阿兰陀里的那位 其实都不认为能顺利杀死切罗鼠 果不其然 在最后关头 佛陀还是出手了 李妙珍回忆着刚才的景象 后怕连连 这就是超品的实力吗 仅仅被大日如来照到刹那 他就险些身死盗消 若非彼此之间有过商讨 知晓在大日如来法相出现后 该如何应对 他恐怕已经死在了佛光普照之下 文言 孙玄姬等人意识心有余悸 他们知道佛陀一旦出手 必定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知道是一回事 真正见到超品出手 是另一回事 今天 他们才意识到 超品和超凡之间的距离 就是人和蝼蚁之间的距离 赵手伤势最重 先后被法术反噬 被大日如来法相重创 此刻已无再战之力 但赵手依旧积极地参与讨论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刚才佛门的菩萨包括阿苏罗 并没有逃走 而是原地作禅 这个现象 李妙真等人也注意到了 但无法给出答案 就为天狐哼道 佛光普照之下 万事万事万物都将化作灰飞 为佛性永存 赵手明白了 所以修佛之人 可以在大日轮回法相中存活 他仿佛抓住了大日轮回的破绽 九尾天狐似乎看穿了他内心的想法 淡淡说道 是这个理 不过 佛陀若是不让你活 你便是修道一品菩萨 也未必能在大日轮回法相中活下来 这全看佛陀的意志 金莲道长眯着眼 这是不是意味着 方才的大日轮回法相里 并不掺杂佛陀的意志 只是法相本能的散发威力 不然阿苏罗没道理能活下来 而这也说明 佛陀的状态不是很好 说完 众人一起看向阿兰陀 并默默加快要力吸收 攻打有超品坐镇的阿兰陀 难度是早有预料的 大日轮回法相一出 神鬼必异 刚才好不容易打出的优势 在佛陀这一击之下 复之一具 不过 佛陀的出手 恰好验证了他们之前的猜测 第1587集 一缕残魂 距离阿兰陀遥远的平原上 一条蜿蜒的溪水边 与施纳兰天路盘坐在河边 周身闪烁雪光 他同样一身焦黑 皮肤大面积碳化 此刻正施展巫师体系的血灵鼠疗伤 没能杀死切罗树 有负大巫师祖托 萨罗阿谷给他的建议是 见风使舵 明面上帮助佛门杀许清安 但如果血光之灾 缭绕的切罗树有性命之余 那便送他一程 反正不管怎么样 巫神教都是赚的 我距离阿兰陀已经极远 但还是被大日轮回法相重创 佛陀能释放的力量 似乎比物身要高 招手这群家伙逃得可真快 可惜我重伤在身 无法抹过去欲翁得利 许清安现在独木难知 正是杀他的好机会 但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好手 阿兰陀边缘的某处山剑里 浮屠宝塔悬浮半空 他顶盘坐一尊 手托玉瓶 身材微胖的法相 洒下道道金光 金光中是一只烤熊 在药师法相的治疗下 烤熊渐渐褪去死皮 长出嫩红的肉 变成一只光秃秃的石铁兽 紧接着 逗逗眼睁开 苏醒过来 熊王环顾自身 撕下一片略显焦黑的肉 凑到鼻端 嗅了嗅嘀咕道 好香啊 忍不住想吃 这是许清安的声音 李妙珍丢出的浮屠宝塔里 寄宿着许清安的一缕神念 他丢出浮屠宝塔的目的 既是为了保熊王一命 也是为了把许清安的神念送过去 好以心骨之力驾驭熊王 前往禅林 以探究竟 这便是许清安的第二个计划 九尾天虎把战力倒数第二的熊王丢向阿兰陀 便是为了第二个计划做铺垫 许清安的本体留下来 牵制一品菩萨 暗中以心骨操纵雄王 去封印之地探查情况 明修站到暗渡陈仓 幸好有浮屠宝塔在 不然雄王多半要永远睡在阿兰陀 脱体同山额 许清安第一声说道 塔林千辈 法际菩萨是否在禅林 待会儿便见分晓 浮屠宝塔嗡嗡的震动 似是极为激动 塔林老和尚略带颤抖的声音 传入许清安的耳中 贫僧等待这一天 已经等了三百多年 多谢施主成全 这是许清安答应过他的事 当初为了说服浮屠宝塔放弃规矩 对付佛门 许清安承诺要替他找到法际菩萨 一诺千斤重 我自己也好奇 许清安摆摆手 撑起身子 脉动笨重的熊躯快速攀爬 朝着西侧的禅林峰而去 禅林不在阿兰陀主峰 而是在南侧的一座高峰上 这里人际罕至 飞鸟绝技 风顶积着挨挨白雪 空气清冷 许清安没用多久便顺利登顶 见到了一座骨叉 骨叉外墙连绵 红旗斑驳 大门早已朽烂 不知道多少岁月不曾有人造访 听阿苏罗说 禅林是历代高僧元祭后的归处 也是佛陀的闭关之地 自五百年前 佛陀宣布闭关 禅林变成了阿兰陀的禁地 除了几位菩萨 再无人能来此处 若非杜厄罗汉当初偷偷造访 佛陀已经挣脱封印的秘密 不知要何时才能被发现 当然 疑似法际菩萨的呼救声也是如此 穿过院门 踏着积雪 许清安朝着禅林深处行去 沿途是一座座两人高的木塔 宝经风霜 沾满了岁月的斑驳 木塔边种植着菩提树 根据阿苏罗所说 禅林里的菩提树 都是当年那株母树的后裔 沿着被泥土淹没的青石板路 许清安继续深入 恶情 前方出现一座不高 但枝叶横生出树十掌 躯干求解 垂下一根根树藤的古树 树下落满了枯黄的叶片 层层叠叠 散发着轻微的沉浮气息 菩提母树 许清安目光一闪 停留在母树边那一堆碎石上 树上封印果然已经破了 许清安心里一领 此事阿苏罗已经说过 但亲眼见到又是另一回事 他顶着浮屠宝塔 走进菩提树下 厚如散盖的枝叶遮住了光 让人心里没来由的生起阴森之感 这时耳边传来飘渺的呼救声 飘渺的 阴冷的呼救声回荡在耳畔 像是来自地狱的呼唤 许清安现在的修为和眼界 害怕倒不至于 只是觉得这呼救声未免太阴奸了 同时 求救声让他想起了 当初在桑坡时听到的 来自神书的同款 求救 不过两个声音并不一样 求救 求救声不停的传来 缭绕在耳畔 但其实声音是直接传入脑海 类似于传音 并不是真的发出声音 许清安绕着菩提母树走了半圈后 锁定了树后的某处 那处地方垂下帘子一般的树藤 挡住了粗壮的主干 他伸出了爪子 剥开厚厚的树藤 看见了菩提树的主干 也看见了主干上 引出一张脸 遍布皱纹的脸 能看出示威老者 这张脸的五官 与塔林老和尚大体相似 细节上略有不同 悬在许清安头顶的浮屠宝塔 嗡的一阵 接着他耳边响起 塔林老和尚 激动万分的呼喊 主人 主干上的老脸神情呆滞 宛如平平无奇 的雕刻 难难重复的传出异语 还真是法际菩萨 他怎么会在这里 肯定和阿兰陀中的这位超频有关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清安伸出爪子 按住法际的脸 感应了一下 只剩一缕残魂了 他这句话是对塔林老和尚说的 塔林老和尚无法离开浮屠宝塔 但身为现在的主人 许清安能感应到他悲伤的情绪 你有什么办法吗 许清安问道 他虽然修行心骨 但心骨只是原神领域的一条分支 面对眼前的情况 他无法提供思路和想法 塔林老和尚隔了片刻 才初步稳定情绪 传音回复 我可以用大智慧法相 暂时让他恢复神志 后续能不能修补魂魄 需要盗门超凡强者的帮助 但就算修补好魂魄 多半也不会恢复记忆了 因为法际菩萨现在的情况 那些魂魄多半已经灰飞烟灭 即使修补好 也和以前不同了 相当于一个带着些许 过去记忆的新生者 希望他还能残留这部分记忆 许清安点点头 开始吧 第1588集 头颅 浮屠宝塔震落金色光辉 塔顶冲起一道低眉盘左 双手拈花的法相 脑后是一轮七彩绚丽的光轮 光轮首次正向转动 宛如彩虹的光芒化作长桥 接引主干内的法际菩萨 让他沐浴在智慧的光芒中 法际菩萨呆滞的面容 肉眼可见的灵动起来 换散的目光渐渐恢复神韵 他先是注意到眼前这个没有毛发的大雄 接着看向了浮在半空中的浮屠宝塔 是你呀 我在哪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在雷州 封印神书残枝吗 法际菩萨出于本能的问出这两个问题 主人 浮屠宝塔的声音再次变得激动 略带些许颤抖 你失踪三百多年了 这些年里 佛门变寻不到 原来你在这里 这是哪里 法际菩萨再次问道 塔灵低声回答 这里是禅林 佛陀闭关之地 你 你在菩提树里 只剩一缕残魂了 法际菩萨愣住了 喃喃说 禅林 菩提树里 禅林 菩提树里 他一遍遍的喃喃自语 给人的感觉 就像挤身已死的行尸走肉 需要人点醒 徐清安顺势问道 法际菩萨 还记得你自己遭遇了什么吗 法际菩萨脸庞扭曲起来 声音变得尖锐 凄厉 佛陀就是神书 神书就是佛陀 是他吃了我 是他吃了我 佛陀为什么要吃你 徐清安急忙追问 法际菩萨没有回答 癫狂又凄厉的叫道 他不是佛陀 他不是佛陀 塔林老和尚的感受 徐清安不知道 但他能明显感受到自己鸡皮疙瘩略有凸起 他是谁 他是谁 徐清安大声问道 法际菩萨的叫声缓缓停歇 那张突起于树干表层的脸 再次变得呆滞 一语声传来 塔林老和尚的声音从塔内传出带着悲伤和寂寥 说话间 玲珑小塔的塔门敞开 一抹流光抛出 在徐清安掌心化作一面残缺的青铜井 雄爪握住魂天神井 对着法际菩萨一照 雕刻在主干上的面容被一点点的抽搐 这个过程中 徐清安本能的扩散思维开动脑筋 佛陀是神书 这和之前得到的情报一样 佛门这么多菩萨 为什么佛陀要吃法际菩萨 他不是佛陀 是因为法际菩萨发现了这个秘密 还是另有原因 阿兰陀内的超品不是佛陀又会是谁 糟糕 神书禁止魔剑了 阿兰陀 主风 切罗树菩萨从入定中苏醒意识 睁开眼 第一个动作是捏起不动冥王印 然后才放心的扫事周遭 在这位菩萨眼里 此刻的阿兰陀 万事万物都充满了佛性 就连一株树 一块石头 一寸土 都具备着深厚的佛性 散发淡淡佛光 这是大日轮回法相造成的 佛光普照之处便是佛国 在他醒来的同时 近在咫尺的阿苏罗也苏醒了 这位叛徒二话不说 一个藤月迅速拉开距离 齐罗树没有追击 保持着捏绝姿态 他还没看到许清安在哪 更不知道神书是否在旁虎视眈眈 神书不见了 这时 他听见了琉璃 悦耳 空灵 但缺乏感情的声音 齐罗树这才撤回不动冥王法相 脸色冷峻 威严 起身缓缓扫尸身后 视线里 是一具焦黑的人形 保持着前奔的姿势 从交尸手里握着的郑国剑来看 是许清安没错了 没有生命气息 死了 齐罗树收回目光 注意到琉璃和广贤的目光 不在许清安身上 而是盯着某处 那是一排巨大的脚印 漆黑出游 可以想象 主人是忍受着痛苦的炙烤在前行 脚印消失在阿兰陀身处 神书去阵魔剑寻找他的头颅了 齐罗树心里一动 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腿部肌肉膨胀 爆发出强劲的动力 弹射向许清安 琉璃菩萨趁势展开无色琉璃领域 黑白的领域如水一般贴着地面蔓延 所过之处一切褪去色彩 化作黑白 咔咔的 广仙菩萨头顶升起金属转盘 代表人字的梵文亮起 转盘核心的万字 正面对转许清安 那些逃走的超凡暂且不管 他们要先合力解决掉这位威胁最大的一品武夫 然后前往镇魔剑对付神书 镇魔剑 无头的神书散去法相 来到深渊底部 站在洞口 神书体表遍布焦黑 渐渐拧上一层薄薄的冰壳 这魔剑温度极低 凡人身处其中 呼吸一口 肺部就会被冻伤 此处静得可怕 一位僧人都没有 仿佛是极寒的地狱 神书没坐犹豫 抬脚进入地窟 他步伐坚定 不快不慢 不多时便听见黑暗深处传来悠长的呼吸声 一阵阵冷风扑面而来 宛如巨龙的吐息 神书抬起手指引燃起击火苗扑的窜起 驱散黑暗 照亮周遭 他看见了四周的情景 这是一副让人毛骨悚扑的画面 山枯的石壁是嫩红的血肉 遍布着血管 正有节奏的起伏 宛如心脏跳动一般 在神书在神书的正前方那块血肉石壁上镶嵌着一颗头颅 这是典型的修罗族外貌 脸型方正 高鼻 嘴唇不薄不厚 没有眉毛的眉骨凸起 看起来极为鹦鹉 想来在修罗族中 也是不可多得的美男子 呼吸声正是这颗头颅发出的 头颅潜入血肉中 生长在血肉中 准确的说 呼吸声是这个庞大的怪物发出 你来了 头颅睁开眼睛 冷漠无情的望着神书 你不该来 头颅再次开口 声音低沉 夹杂着叹息 前后两个声音情绪波动明显 似乎并非出自一人 后开口的声音继续说道 他等这一天 已经五百年了 接着头颅冷漠的说道 准备好回归我的身体了吗 后开口的讥笑 回归 是永生 永世的镇压吧 五百年过去 你已经 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前一个声音冷漠 你别无选择 神书的躯体怒道 闭嘴 老子今日就带他走 谁都留不住 他大步奔过去 双手抱住镶嵌在肉臂里的头颅 用力的拉拽 肉臂顿时被拉的变形 但头颅依旧牢牢嵌在其中 以神书的怪力竟然没有把他拽出来 独气而裂开 发出一声大喝 周身肌肉瞬间炸起 气机在经脉里滚滚奔涌 充斥澎湃的力量 全力之下 嵌入血肉的头颅 这才一点点的被拉出 一点点的脱离肉臂 就在这个时 四周的石壁突然活了过来 剧烈蠕动 石桥哗哗坠落 剥落石桥后 依旧是嫩红的血肉 整个洞窟 仿佛是某个庞大生灵的内部 内壁疯狂收缩 且延伸出一条条触手 缠向神书 第1589集 佛陀不是佛陀 琉璃菩萨的无色结解 广贤菩萨的大轮回法相 以及齐罗术菩萨的近身搏杀 三位菩萨联手攻击 纵使是全胜完好的一品武服 也得被压制暴揍 更何况 许其安现在没有丝毫生命气息 如同一具胶尸 这时 远处的阿苏罗摸出一颗流光异彩的舍利子 陈生说道 第一个愿望 大凤银罗许其安在我身边 他在许其安面前加了个前锥 这样能有效预防 硬贡果未拉错人 毕竟九州之大 姓许明其安的大有人在 应供果未亮了一下 下一秒 面对三重包围的许其安原地消失 出现在阿苏罗身边 无色领域将切罗术包裹在内 大轮回法相的光束 没能照到许其安 进而削减他的力量 这个叛徒 身处无色流离领域里的切罗术 脑子缓慢地转动 失去金刚法相后 他战力受损 根本打不破琉璃菩萨的领域 当然 即使是全胜时期 也别想打破 齐罗术虽然是三位菩萨中 综合战力最强 但不代表他能碾压另外两名菩萨 同为一品 差距不会太大 阿苏罗张嘴吞下硬贡果位 扛起许其安就跑 成功把切罗术困在无色流离领域 领域不被强行打破的话 自行散去需要实习 我要在流离菩萨手中支撑实习 许妮艳 快点醒来呀 阿苏罗一边快速思考 一边朝着阿兰陀身处飞奔 突然他额头一疼 接着听见钉扑两声 再接着 难以言语的剧痛狂潮般涌来 将他吞没摧毁着他的意志 书县里白衣飘飘美人如画 映出一张清冷的西域美人面孔 琉璃菩萨出现在他面前 在他额头拍入一根风魔钉 这枚风魔钉是许其安当初打入阿苏罗腹部的那枚 后来他交还给了杜厄 被杜厄带回阿兰陀 毕竟当初他还是个四大皆空的和尚 为了二五载身份不被识破 不想交也得交 阿苏罗的元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 而这个时候 舞者的危机预感才给出反馈 让他赶紧逃 前方有危险 琉璃菩萨的速度超过了危机预感 他双目凸起布满血丝 象征着杀贼果位的绚丽光芒与火焰交缠着覆盖在右腿 腿部肌肉一炸 阿苏罗的右腿像鞭子般弹出 他不怕和琉璃近身战 身为二品巅峰 且比大部分二品都要强的超凡 面对一位不擅长近战的菩萨 即使打不过也不需要怂 鞭腿打碎了琉璃的身影 他鬼魅般的浮现于阿苏罗身后 抓向了骄尸许清安 抓住许清安的脚踝后 琉璃施展行者法相 速度转化为力量 强行把许清安拽了下来 顺手丢向后方 那里有切罗术和广贤菩萨 万字符射出光束 笔直的打在许清安身上 丢飞许清安后 琉璃菩萨袖中划出玉智小刀 手臂一挥刀锋扫过阿苏罗后颈 在剑起刺目火星后 小刀顺利斩下阿苏罗头颅 可就在这时 阿苏罗的身影缓缓消散 宛如镜花水月 另一边 许清安的身影同样消散 这是阿苏罗的第二个心愿 召唤出一架乱真气息 低于本尊的傀儡 是应供果位常规的操作 琉璃菩萨之所以看不出 是因为风魔钉刺入阿苏罗额头后 他的气息剧烈下滑 恰好混乱的感知 这也是为什么阿苏罗 没有在第一个愿望结束后 立刻许第二个愿望 而是等被风魔钉袭击后 才于心底许下第二个愿望的原因 远离主风的地方 一片较为平坦的地带 阿苏罗背着许清安的身影显现 此刻两人距离风魔剑已经很近 琉璃连续两次被戏弄 翘脸一冷 双袖一荡 眨眼间便堵住了阿苏罗的去路 而此时无色流离结界散去 齐罗树双腿一蹬 哄的一声 在地面的坍塌声里 高高跃起追击而来 卡卡的轮盘转动 万字和人字亮起 光束照向阿苏罗和许清安 眼见三位菩萨的维莎再次重演 阿苏罗无奈的吐出一口气 他尽力了 能在三位一品的围锥堵截中巧妙利用敌我之间的法术 法器纠缠到现在 简直是人生巅峰的战绩了 就在这时 阴影般的幕布笼罩了阿苏罗 带着他消失在原地 齐罗树扑了个空 琉璃的目光落在斜右方的树影下 那里缓缓凸起两道影子 化成阿苏罗和焦黑人影 真疼的疼啊 抓点就死了 焦黑人形舒染筋骨 骨骼咔咔作响 叹化的死皮一块块脱落 大日轮回法相没能杀死他 但直到此时他才彻底抵消那股持续磨灭生机的力量 死而复生 广闲菩萨的轮盘缓缓停止 继而收敛 大慈大悲法相随之浮现 大慈大悲法相是他最强手段 也是保命 控制手段 此时祭出改弓为首 足以说明他对许其安的忌惮 福托吃了法剂 福托不是福托啊 苏醒后 许清安立刻接收到了分身那边的信息 掌控了部分情况 齐罗树面臣似水 淡淡说道 一平五福 果然命大 不过挨了大日轮回法相一击 你还有几成修为 许清安环顾三位菩萨神效 哼 我是占力受损 可没了金刚法相的你 只是一块臭石头 难成气候 接着看向琉璃菩萨 我站着不动让你打三天 你能折断我一根指甲 又扫一眼广闲菩萨 痴笑摇头 哼 自保有余 乖乖在旁看着吧 你们三个菩萨又能奈我何 这就是一平五福的底气 根本不处 虽说菩萨们手段诡诀 也能自保 可一方是自保有余 另一方却可以肆无忌惮 这便是差距 双方交谈间 阿兰陀忽然震动起来 像是地震来临 各处出现山体滑坡 一块块巨石滚落 当内层的掩体裂开后 露出的竟然是嫩红的血肉 时而膨胀 时而收缩的血肉 整座阿兰陀居然是一只巨大的怪物 有血有肉的怪物 此时这只怪物复苏了 神术果然遇到了危险 许清安心里一领 少年僧人形象的广贤菩萨 挑起嘴角淡淡说道 你以为神书能取回头颅 你以为我们没有防备 你是不是还以为大劫将至 我们会妥协让你们夺回神书头颅 他语气冷淡 表情冷淡 言语间却有智商碾压的戏血 琉璃菩萨嗓音悦耳 充满成熟女性的魅力 许阴罗 你太小觑我们 也太低估佛陀了 齐罗树面色冷峻 缓缓说道 中原有句古话 叫请君入瓮 许清安 佛门请的就是你和神书 待佛陀镇压了神书 便是你的死期 我们确实杀不死你 但留下你并不难 中原之仇 今日找你清算 徐清安低声说 速退 去与金莲道长他们会合 我去帮神书 阿苏罗一边忍着痛苦 以秘书拔下风魔钉 一边回应 你自己小心 第1590集 伤我者必付出代价 他一跃而起 腾空朝远方掠去 与此同时 许清安连续施展暗谷树 朝阵魔剑方向跳跃 刚跳跃两次 阵魔剑就在前方 那里出现深渊裂口 可眼前突然出现切罗树和琉璃菩萨 前者右臂后拉 腰部肌肉鼓起 一拳刺来 空气炸裂 后者闪到许清安身后 手中预置小刀刺向后心 同时展开无色琉璃领域 限制许清安的行动 许清安瞳孔微缩 切罗树的速度没这么快 是琉璃把切罗树带来的 这是什么见鬼的速度 惊的一声 玉智小刀刺在许清安后心 见其火星 许清安以情骨摧发自身情欲 让自身头大如斗 充满了对女子的渴望 接着施展心骨树 与身后的琉璃菩萨共情 琉璃白皙的脸庞顺间涌起红韵 目光略有迷离 错愕的发现自己竟对眼前的男人 充满了不该有的欲念 渴望着他的拥抱 他的冲撞 这让琉璃菩萨展开的无色领域 出现明显的凝质 不忍对他下手 趁着不到一秒的间隙 他朝着齐罗树伸出手掌 猛的一握 按鼓术 蒙蔽 蒙蔽对齐罗树产生的效果不足一秒 但是足矣 齐罗树眼前一黑 继而一亮 便失去了许清安的身影 远处的广贤菩萨目睹了这一幕 本想召唤出大轮回法相 给予对方沉重一击 但看到许清安做出拔剑状后 他眉头一挑 任由对方阴影跳跃离去 刚才那个动作 是对方道的发动时的前置动作 祭出大赐大悲法相时的他 敌人无法产生杀意和敌意 无法对他出手 但若是改换成大轮回法相 那就没这个顾虑 而对方的道极为可怕 无法躲避 无法抵挡 琉璃菩萨很快从供情中挣脱 不缠许清安身子了 但为时晚矣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跃入深渊 震魔剑 三位菩萨立刻追击过去 齐齐投入震魔剑 轰的一声 许清安像是陨星般砸落震魔剑中 砸在嫩红血肉表面 此时震魔剑两侧高耸的崖壁 大量的石窍脱落 显露出令人恶心的 恐怖的嫩红血肉 这些血肉无意识的微微如动 这座山都是有生命的 什么怪物 简直不科学 许清安又重新飘了起来 不敢继续站在怪物身上 他目光快速一扫 锁定前方崖壁处 那里有一个严丝合缝的树纹 像是怪物紧紧闭合的嘴唇 这应该就是阿苏罗所说的 可能藏着神叔头颅的洞窟入口 许清安快速飞向嘴唇 砰砰的 山体内 沉闷的爆炸声 有节奏的响起 就像一枚枚炮弹爆炸 强大的冲击波 不停的把严丝合缝的树纹撑开 但又迅速合拢 里面的人怎么都无法冲出来 神叔在里面开辟通道 阿兰陀不 浮屠在消化他 许清安念头闪烁间 判断出形势 没有丝毫犹豫 他扬起郑国剑 灌注迹今猛的斩入裂缝 令人牙酸的声音传来 就像劈砍在坚韧的皮革上 郑国剑成功展开血肉 但在下一刻 血肉便愈合恢复 郑国剑持续磨灭生机 阻碍伤口恢复的特性失效了 许清安首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这也证明眼前这个怪物 确实是超越一品的生灵 闯不进去 许清安把郑国剑插在身前 深吸一口气 鲜血在血管中激荡 皮肤变得鲜红 一股股滚烫的血雾 从毛孔中喷出 他双手狠狠的刺入肉缝 在面色猙獰中 一点点的撑开了 严丝合缝的入口 许清安神念探入忧深的肉臂中 探查到了神书的情况 他浑身被嫩红的触手缠扶 包括双臂 在竭力的鼓荡气机 让自身化作一颗不停爆炸的炮弹 试图挣开肉臂的压缩 挣开触手的缠绕 同时许清安还注意到 在神书拉扯和振荡气机的过程中 在肉臂被短暂正开的间隙里 有无数细小的血线 连接着神书和肉臂 这些血线钻入神书体内 试图操纵他 神书的身后 是一颗嵌入肉臂中的头颅 他还没有取回头颅 还不是完整的半部武神 许清安手心一阵剧烈抖动 急忙撤回手掌 却发现掌心牢牢的吸附在肉臂上 无法抽搐 而且力量在快速流失 好在只是手掌被吸附着 稍稍加重力道 再啪打声力 扯断一根根血线 顺利抽出双掌 掌心血肉模糊 那些被扯断的血线 无奈的收回了肉臂中 徒劳无功 三道金光降落深渊中 与许清安保持一定的距离 神书也好 你也好 是什么给了你们自信 能在佛陀的注视下 夺回头颅 齐洛书菩萨赤着脚 扶空而立 许清安平静地说道 佛陀沉睡在镇魔剑 亲自镇压神书头颅 我猜他杀不死神书 双方陷入绝力 佛陀实力不再巅峰 否则 他不会数百年来不出视 少年僧人笑道 是又如何 即使不再巅峰 超品依旧是超品 不是残缺的神书能抗衡 两人说话间 洞窟里的爆炸声衰弱下去 神书似乎损失了过多的力量 开始后继无力 齐洛书菩萨看了一眼 紧闭的石窟门缝 露出冷笑 你不妨进去救他 动手 广贤菩萨头顶 升起大慈大悲法相 烦音缭绕 悲天悯人的气氛 充斥深渊的每一个空间 琉璃菩萨展开领域 黑白色的界域 朝着许清安不断蔓延 齐罗叔一马当先 冲向许清安 他不打算给许清安 搞破坏的机会 试图缠住这位一品武夫 给佛陀制造机会 许清安冷笑一声 抬起右手 在三位菩萨审视的目光里 打了个响指 清脆的响指中 两侧的肉臂忽然剧烈震动 渗出大量的浓稠的鲜血 山枯深处 传来不似人生的痛苦的咆哮声 欲碎 三位菩萨面色陡变 望着三位无法保持冷静的菩萨 许清安笑道 伤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超品也不例外